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试一下 它会非常非常的慢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点掉 它就会扫描很快的 这个扫描会非常速度 会非常非常快 然后它就会把你现在拥有的查检都扫出来 当然也会扫描出你的错误 这个error的这块 也会扫描出你的错误 就你点开它会扫描出你的错误 然后如果你只是点这个的话 只是扫描出你有的查检 错误不错误 它不清楚 然后呢 还要讲一个重要的是 它这个 就说它这个是清楚你有问题的查检 我尽量建议大家不需要点这个 除非你的错误差是太多了 你俩能去看 因为你只要不点开这个 你才知道哪个查有问题 比如我现在这个Wahala这个 免费的这个FreeEco出问题了 对吧 那我现在知道OK 那我需要可能去官网重新安装一下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大家普遍就是比较疑惑 就说有很多格式 就比如说VST 然后VST2 VST3 然后VST什么AAU 然后什么AX AX还有一个叫AU AX和AU 这些都分别有的是专门对应 就是不同的速度 有就是说是通用的 比如VST就是 就这个Win系统是可以通用的 比如VST3 可能是现在比较新的一个VST的格式 就大家就是现在最新的查检 都会使用这个格式 当然你可以使用VST啊 VST2这都OK 然后FL3的一个比较好的好处 不是什么呢 它如果你是64位的电脑 Vin的电脑 它32位64位你都可以使 但你在Abiton Live里 你就不会使用32位的东西了 这就很麻烦 当然了 如果说你是Abiton的重视用户 当然你可以不管这个 你把这个去精准的安装就可以了 所以引出下一个点 你要做好科学的一个分类 懂吧 一定要在你的 不是你的系统盘哦 不是你的系统盘 你要在你的这个任意一个盘 去建立的一个叫VST的文件夹 反正我必须就这么叫了 你要是苹果的我就不管 建立这个文件夹以后呢 点开以后 建立好你再建一个32和64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的话 像VST3这种格式的话 可能就不会去 就是说再让你选 就是你安装的时候 不让你选32位在哪 64位在哪 它可能有的差点直接就是一个 请选择你安装的位置是什么 对吧 那么直接你就点到VST 地盘VST就所有的你的插件 你都要去安装在这个文件夹 这样你找的方便 扫帽方便 扫描对吧 刚才说了 扫描怎么扫 扫帽这么扫 你要在那里添加对吧 添加的电价 那OK了 你直接地盘 地盘VST就OK了 对不对 很简单 你要装在C盘一个 比如说你是那个 就是比较懒着 或新手 你都按那个系统 那个格式默认去装 那我跟你说 你的插件在C盘的 各个位置都会有 因为这是插件厂商 它自己做设置的 所以一定要统一 装在一个文件夹 这样对你 假设你是统一 就是说你即使FStudio 你又是AVNLive 你又是Portools 什么之类的 AX对应的是Portools AO对应的是Logic 对吧 刚才说到 然后呢 所以说呢 你刚才要精准的安装的位置 这就是我刚跟你说的 为什么要把这个VST 分出来 3264 3264是对应AVNLive 或者说你更好进行管理 比如说 现在我要知道 我32位系统 32位的插件是什么 比如说Nexus Nexus这插件 没有64位 Nexus1和Nexus2 那你需要用那个JBridge 去转换嘛 AVNLive FStudio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了 对吧 这个你直接去转换 转换 你可能要转到 它有个叫 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插件 叫这个 JBridge JBridge就是 它可以把你的 原本是32位插件 转成64位 然后你可以继续用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意思 我看能不能找到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在哪里 OK 但它没有了 反正 这个东西呢 我待会可以 免费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它可以转换 当然你要AVNLive 就必须要转换了 你要64位电脑 但是你要如果是 FStudio 那么恭喜你 你就可以使用 在64位电脑上 使用32位插件 因为FStudio 允许你这么使 对吧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我给大家看 这里 看就直接使用 但如果你要是64位 转换出来 它就会有一个 这个logo JBridge logo 对不对 是这样的 OK 继续 所以说你要科学的分配 因为考虑了 大家不可能 有可能不止 装FStudio 对吧 可能你去装AVNLive 那么这样 你32位64位 就要对准好 你32位装什么 然后你64位 去装什么插件 比如瓦哈拉 或者什么臭氧 这些 我就装在了64位 然后这些可能 不需要VSD3 这种插件 直接安装 就直接装了 我64位 我可能也直接装 这样就管理很方便 你只要找插件 OK 第一盘VSD 对吧 然后比如 我想找这个Nexus 就是说 它音源 我也策定好 叫VSDLibrary 那我也可以 直接打开 对不对 就是都可以的 就是都可以 就是这样更方便 OK 所以我的建议是呢 大家把你做音乐 需要的一些素材 音源 你做库 都装在一个盘 比如说我的 就是 我是D盘 去主要做音乐 不对 D盘主要做音乐 然后一盘就是游戏 什么轰远WQ2 什么轰远16 这些游戏 对吧 然后可能别的 有我的工程文件 或者之类的 也有一些素材 就是你要确定好 你的这个每个盘服 主要去干嘛 对不对 就是你的这个C盘 为什么 这个移动 就是过台硬盘 去装系统 为什么 因为它快 它常常速度快 但是你用C盘 去装系统 你非用机械 你有个移动固态硬盘 你非去用机械硬盘 装系统 那你这个 思维就比较奇特了 对吧 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回来 就是说 你在去管理插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包括呢 比如说 大家看到 这个插件下有问题 AERO出现错误了 说明不能用 对吧 大家现在你看 如果我去打开 它是用不了的 这里 你看他说 就是There was a problem Open the plugin 就是什么 for no reason 就说出现了 未知原因 就是他也不懂 他也不知道 肯定你需要重新安装 对吧 但是呢 肯定你得删 删掉 那我怎么着 在哪呢 对吧 我可能按了那么多文件 就说 你可能没有像我 去这么 去科学去规划 点到这 点击Plugin Plugin 这块 你可以找到它的名字 你可以找到 就是说这个 在水果 因为大家知道 你去用这个显示 这显示 它是需要配置的 包括这上面 你可以找到 它是需要配置的 它这个配置文件夹在哪块 这个是在C旁 这块 当然你可以从 在这直接删 这块都可以直接删 然后你也可以 找到它这个原本程序 这个DLL 或者VST 安装在哪块 对不对 这个就点击这 可以看见了 D盘VST64 玩好了 FreeEco 出现问题了 OK 那咱们去找到 我的电脑 D盘VST64 这就很方便 OK 这就出问题了 删掉 删掉就OK 然后回来 回来应该再扫一遍 它就不会再提 应该就不会去再提示了 你看它就没有了 这样的很方便 就是科学去规划 你这样的插件会很清楚 做电子音乐插件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插件安不全 安不好 那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安插件也非常费功夫 包括我这个重装电脑 大概安了两天 无论破解还是正版 雪青不是什么都正版吗 就说 尤其正版重新注册 还需要收费的 你去找唐宝的一些商家 都这样的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 第一是什么 你要确定好 你想在哪个盘服 主要去装你的音乐的素材 主要去做音乐 比如说我去设定的是D盘 对吧 那就是D盘 那么设定一盘 去按主要装游戏 你要设定好主次 第二呢 你要在你设定 做音乐素材这个盘这块 建立一个叫VST的文件夹 在VST的文件夹里 最好再建立一个叫32 一个叫64 你最好去对应装 比如说我这32位的插件 那我就装在32这块 如果你64位 你就装在64 如果什么VST3 或者说没问题 多少32位64位 你就装在VST 总共 总而言之 你装在VST 什么就非常非常方便 包括他会问 他有时候会问你 就是说你这个 插插程序 安装在哪块 对吧 也都选在D盘 非常非常方便 或者你直接选在D盘VST 我说Ozoon就要看 就放这了吗 你点线在这 卸载 这它是程序 5P或是非波 对吧 你直接点卸载 这很方便很方便 就在D盘VST 一找就OK 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是管理这块 再重复一下 如果你不想去验证 是否能用 就把这个关掉 不然非常非常费时间 然后这个最好不要点 我个人建议 然后还有一个是 关于这块 你要去设定好 确定好 你需要扫门文件夹 比如我现在扫门 就是VST VS64 VST32 这个FSD还是比较联系的话 你其实你设定到VST的话 你这个33264 其实都扫出来了 对吧 在APLive 你需要精准的设置 就OK了 所以说呢 你要想删除 就点击这 然后点击这个X 就可以去删除 当然这个水果子弹 就不可以删除 这今天就给大家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X这的管理 希望大家能够 学习到有用的地方 感谢观看